他的指紋辨識速度也不是很快 他的指紋辨識速度我覺得好像偏慢 你看 按 再來一次 按 他的指紋辨識速度好像不是很快 按了一下 要稍微一下下他才會蹦出來 他指紋辨識速度看起來不是很快 稍微慢了一點點 按了 需要等一下下他才會跳出來 他不會像其他比較好的手機 真的是碰一下 真的馬上下來 這感覺是等個半秒鐘 但是整體的使用感受就會差還蠻多的 最後我們做個結論 到底誰適合買這支手機呢? 就是你需要一個 最後我們來結 最後我們做個結論 到底誰適合買這一支 最後我們來做個結論 到底誰適合買這一支 Samsung A55智慧型手機呢? 最後我們來做個結論 到底誰適合買這一支 Samsung A55智慧型手機呢?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是不玩遊戲的人 因為這個玩遊戲你肯定非常痛苦 第二個呢就是 第二個呢就是不會做太多浮誇的事情 就是你可能多功能 第二個就是你不會一次開很多視窗 軟體同時在背景執行的人使用 因為它切換軟體的速度不是很快 我不知道是記憶體速度比較慢嗎?還是怎麼樣 它的切換下一個軟體 那你那個軟體可能再用一用 然後切換下 那第二種論就是你不會一次開很多軟體 同時使用的人 那你如果同時使用很多軟體 然後你切換到下一個軟體 它切換速度稍微慢一點點 就可能你需要等個一秒鐘 它才會又把那個 從記憶體中的資料讀出來之類 我猜是記憶體比較慢啊 那第二種就是你不會一次開很多很多軟體同時使用的人 所以你如果只要切換到下一個軟體 那它就會稍微等一下下 它就可能要等個一秒鐘 才會從記憶體讀出那個軟體的資料啊 所以我猜是記憶體比較慢 但是你這樣切換軟體如果你要一直切換來切換去 這個也會用起來蠻痛苦的 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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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 那第三個就是你 所以你只要不玩遊戲 不要 所以你只要不玩遊戲 不要同時開很多軟體同時使用的人 那這隻手機就很適合你啊 整體是非常流暢 螢幕漂亮 然後正常使用 沒什麼問題 有NFC 有Samsung Pay 然後整個操作 跟Samsung的整個系統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那你如果沒有在Samsung的系統呢 我覺得有更多更好選擇 可以選擇啊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 Samsung A55的開箱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不用啦 OK 就直接結束